055型驱逐渐随着十来年的发展,中国海军的新型军舰数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 在过去八年时间,中国海军航母从无到有,载到现在两艘,驱逐渐新增了二十次艘。 包括二十艘052系列驱逐舰,四艘055型驱逐舰交付和下水,另外,还有具体数据不祥的驱逐舰正在建造,各类型护卫舰也建造了数十艘。 中国海军从被称为立水海军华丽战身称为蓝水海军,成为全球海军中维护和平的一支中间力量。 但是很显然的是,中国海军的造舰狂潮,还愿没有刀停止的时候。 近期社交媒体流传一份2030年中国海军的军舰清单,透露出十年之后,中国海军的大致规模。 清单大型军舰具体如下,航空母舰,常规动力三艘,核动力两艘10万吨,055型055。 A型驱逐舰,B.2万吨,16-20艘,052B.052B.1型驱逐舰,7000吨,36-40艘,054B.054C. 互为舰,4000-5000吨,40-60艘,海军舰值总数可达到400艘以上。 另外,水下力量095型攻击型核潜艇,将拥有16艘以上,096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会在8艘以上。 中国核动力航母ZG图中国海军在2030年,活着会如清单所数吗? 从时间和建造能力上分析,航空母舰12年在建造三艘没有任何问题,055型驱逐舰熟批八艘,不出意外将会在。 2022年前全部下水和交付,未来在建造8到12艘在建造能力上都不成问题。 其他052系列驱逐舰和054系列护卫舰,更不会成为问题。 如果请从建造能力上分析,即使保持当前的速度,中国海军的规模,或许比清单预测都更大,数量更多。 不过包括核动力航母,055A型驱逐舰,以及0521驱逐舰,054B护卫舰作为升级型号,将会受技术革新影响。 就比如说近年来,全球最失败的海军军舰的艾力,驻姆沃尔特急驱逐舰来说,虽然该舰外观是全球最为科幻的战舰,但是中看不中用,被美国海军抛弃,原先的订单24艘被削减为目前的三艘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在建造新舰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应用,可能也会面临新的问题,055A型,0521,以及054B,究竟要升级成什么样? 这将会成为未来增加新军舰的关键之一。 055A型驱逐舰CJ图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在R20内建造大量新型军舰,船厂保持持续高产量开空状态。 2030年之后,船厂的生产能力,如何保持也是一个问题,总不能一直保持大规模的建造军舰的状态。 当代技术建造的军舰除非设计、技术上,完全不能是核心的军事形式,才会30年不到就退役,一般都会服役30到40年才会退役。 如何对旧舰退役和新舰交付合理安排,让船厂一直保持建造能力和提升建造技术,也是影响造舰进度的一大因素。 美人目前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很多的船厂在过去20年处于半停产状态,需要恢复船厂的能力需要更多的成本。 俄罗斯就更惨,20多年的时间,当时都是世界最先进的船厂,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连自己唯一一艘航空母舰维护都会出现甲板被砸出大窟窿的尴尬局面,建造大型水面军舰的能力,甚至已经被归令。 再延 这些游ca河过 מס票,这些游ca河发出 Doing C